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价格也比它翻了一倍左右 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纠结 我到底是要选这架更经济实惠 但是相对更原始一点的 更接近玩具一点吧 这个小mini还是应该选择价格稍微贵一点 但是各方面性能都强一点的 那架Air2呢 不要紧 看了星哥这期视频 相信你心中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份答案了 正所谓脱离了价格去谈性能 纯属耍流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谈选择mini还是Air2之前 我们必须先明确二者之间的价格对比 我们才能在谈性能的时候 对它性能高出来的那部分 值不值那个钱 心里有一个数对吧 我最近查到的618大促的信息是这样的 mini的单电池版是2499 Air2的单电池版是4999 基本上是二倍的关系 那么三块电池和增加了一些配件的这个唱飞版 mini唱飞版是3199 而Air2的唱飞版是6699 那么还是二倍多的关系了 对吧 还有一个唱飞随心换的那个套装 就是唱飞的基础上加上随心换 一年之内不管任何因素损坏了 可以两次以比较少的钱给你换新机 或者是具备新机同等性能的机器 这个以后咱们再展开说 总之呢对新手小白来说 应该买这个随心换 那么随心换套装 唱飞的随心换套装 mini是3441 而Air2是7198 基本上也是一个两倍的价格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明确了一点 这个mini的价格只有Air2价格的一半 Air2的价格是mini的两倍 刚才新哥从兜里把mini掏出来了 这就是我一个典型的使用场景 很多时候呢 想要拍摄的那个位置附近没有车位 我就必须把它停到比较远的地方 我就把这家mini折叠好揣在兜里 然后呢 左手拎着燃空器和手机 走到拍摄地点 掏出来就拍 拍完了之后呢 折叠好揣兜里我再回去 这样一来呢 整个来回走动的时候呢 负重就很轻 轻手立脚的很方便 它整机C进去电池才249克 但是这个精灵 光这一块电池就462克 所以当我飞惯了mini之后啊 真的感觉这个精灵啊 真的不怎么香了 并不是说精灵不好啊 精灵是一架非常好的飞机 我飞了它三年多 对它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它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力工具 尤其是在升级了一英寸底之后的那个版本啊 但是呢 它并不适合我们普通消费者 尤其是小白来使用 就像我最开始接触它的时候 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来学习 而且炸机炸了很多次 修飞机的钱都已经超过了买飞机的钱了 那么当入手了这架mini之后就感叹 如果我当初能有mini这样一架飞机 进行上手的第一次练习 这样会简单和容易的多 但是呢 现在这个Air 2出来了 它和mini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 虽然说Air 2刚才讲了 它的价格整体上就是mini的二倍左右 达到了六七千这么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但是不要忘了啊 很多平台现在都推出了12期免息分期付款 甚至有的还有24期的 所以六七千块钱如果平坛到这个12个月 或者说是24个月的话 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呢 还算是可以承受 所以虽然它们的价格二倍的关系 但是呢并不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那很多人就想了 那我到底是买一个mini还是买一个Air 2 这里边它俩到底有啥不同 肯定Air 2飞的性能也更好 拍的性能也更好 智能性能也更好 那么对我们实际使用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影响比较大的还是飞行性能 有的人说了 那你看Air 2是4800万像素 这个mini只有1200万像素 差了好几倍 其实那个像素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它是升级了传感器 它的底变成了1分之1英寸 而mini是2.3分之1英寸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么它的传感器 它的拍摄效果肯定是比mini有一些升级 有了HDR功能 拍摄一些大光比的时候呢 视频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没有质的突破 没有质的突破 你要是拍一些夜景就会发现 画面都很软 暗部噪电也很多 所以它们都不能够完成 很好的完成夜景的拍摄 我认为无论是mini还是Air 2 它们的拍摄性能 对于小白 对于萌新 对于我们新入手无人机的朋友来说 都是公用的 如果你对拍摄性能真的要求很高的话 你想真的把它做一个生产力工具的话 建议你直接入手这个U2 最好是哈苏版 1英寸底的哈苏版 那个效果真的是很好 可以作为生产力工具来使用了 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爱好者 飞一飞玩一玩 然后呢拍一些作品到网上去传 这样的话 其实mini和Air 2 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拍摄方面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以后再细讲 但是这里我先说 拍摄的画质并不能构成 选择mini还是Air 2的一个 本质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相反的 飞行性能的差距 才是选择它们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使用mini也有一段时间了 各种场景呢 星哥也都飞过了 对它有比较深的了解了 很多作品还没来得及剪出来 陆续以后都会上线 在给大家购买建议的时候呢 我想先稍微详细的说一说 我对这架飞机的体会 有助于大家理解 mini和Air 2的不同 以及确定自己到底选哪架飞机 对吧 所以它的优点是 第一是轻 刚才讲过了 轻和小是它的优点 第二是拍摄的很稳 它的云台很不错 操纵的手感也很好 我拍了很多穿越的镜头 从雕塑的中间穿过去 从大桥的下面穿过去 看着遥控器对它进行操纵 它的精准度 它操纵的手感都不错 退去两年呢 很难想象 价格这么便宜的一架航拍飞机 它的手感 它的操纵性 完全没有玩具感 完全是一架正儿八经的 航拍飞机的感觉 这一点是非常的好 接下来就要说它的不足了 它的不足也是由它的小来引起的 虽然经过了种种的优化和努力 续航时间达到了30分钟 真的做得很好了 很不赖了 和Y2和精灵 基本上保持在同一水平 那Y2能达到了34分钟 要更好一点 但是30分钟也足够的优秀了 但是 它的平飞速度 它的抗风性能 Mini 都要明显的比Y2要弱一些 更不要和这个 精灵和这个 预二去相对比了 没法比真的 所以我在使用的过程中 真切的感受到 一个是风大了 不敢飞 哪怕三四级风 你在这个地空飞 OK 拍一些航拍镜头 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 高度超过二三十米之后 高空风普遍会比这个地空 要明显大个一两级 甚至更多的 以后会专门出这个教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么样判断风 以及在高空遇到大风的时候 怎么样安全返航 等等等等 这些知识 这些经验 今天先简单的说一嘴 就是说它受风的影响比较大 一旦地面风稍微大一点 我就肯定就不敢往高飞了 飞高了之后 很容易催飞了 就回不来了 这是一个限制性因素 第二个因素 哪怕风不够大 飞得很高 拍一个大景 那么它运动速度比较低 这一个缺点 也会比较明显 因为啥呢 高空飞行的时候呢 你的飞行速度是被弱化了的 就像你看很高的飞机在天上飞 它哪怕以六七百公里的速度来飞行 你看上去都很慢 一个道理 所以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呢 相对需要高一点的速度 来体现这个运动感 迷你有的时候飞起来啊 拍大景的时候 油门推到头了 八米每秒的飞行速度了 这个画面看上去和静止 也差不了太多 很缓慢的移动 稳是真稳 但是运动感也是真的比较弱 那么在中低空跟车 拍一些动感镜头 跟随镜头的时候呢 这个速度比较慢呢 它也很难营造出比较快的这个动感 跟车有的时候也跟不上 是不是 手动跟着 所以说它的这个主要的缺点 就是在动力上 抗风性能比较差 然后呢 这个运动速度比较慢 那么Air 2 它的性能 飞行性能 适合预二 精灵那两架飞机 相接近的 看参数表 基本上达到了 他们80%左右的性能 这个mini就腰炸了 甚至有个别性能 还补到一半的 对吧 所以Air 2的性能 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低价 买飞机来讲 它的性能是够用的 无论是抗风性能 还是平飞的运动性能 还是往上拉高的性能 都是够用的 所以说这一点是Air 2的一个优势 至于拍摄方面的性能 它当然也比mini更好 这里不详细展开了 但是mini的拍摄性能 不会成为你购买 和使用它的一个瓶颈 对于大部分普通消费者 爱好者来说 不会成为瓶颈 这里就不详细展开说了 那么分析了这么多 对于618剁手节 我给大家的建议到底是什么呢 我还是建议大部分 普通的第一次入手无人机的朋友们 第一次剁手买无人机 买mini 而且要买这个 唱飞版的随心换套装 3441的那个版本 非常有性价比 因为你这个版本的话 整个的总体价格并不太高 再加上一个12期分期 甚至是有24期分期 你的这个经济压力会小很多 虽然说Air 2的那个六七千块钱 你也可以半分期 但是 终究还是要还的嘛 对不对 还是要考虑性价比的 那么刚才讲了 在拍摄性能方面 二者并不构成一个代查 并不构成一个选择的决定性的因素 主要就是飞行性能方面 那么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你第一次接手无人机 所以我感觉你在短时间内 不太可能说拿它做生产力工具 去飞多高 飞多远 去去去去拍出来很精美的画面 因为你拍的好 不光是要飞的好 你还要懂得拍摄 还要懂运镜 用光 轴线的概念 等等等等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我想你很难在短期内 拿出大量的时间来学习 如何用无人机拍出来 航拍中国那么 宏大壮观美丽的效果 我觉得那是不太现实的 大部分普通人 买无人机 还主要是拿来记录生活 虽然说mini的飞行性能差一点 然后呢 它的这个抗风性能差一点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 不拿它做生产力工具 只是玩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携带吗 假如说某天啊 就是风比较大 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选择布拍 那你像生产力工具的话 就不可以 那你今天去参加某个活动 你就得拿出来飞 它的性能不行 你就砸锅了 对吧 你这钱就赚不到了 我们自己消费 我们自己玩 记录生活 我们可以选择飞 可以选择布飞 这个就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对吧 那么我们记录自己这个开学呀 毕业呀 旅游啊 郊游啊 还拍拍自己居住的小区呀 拍拍这个城市啊 拍拍自己的学校 拍一些运动会 大概的场景也就是这样啊 拍一些好的建筑 大桥等等的 我们都可以选择 风和日丽的时候去拍 蓝天白 有没有风和日丽 这样拍的景色也很好 所以这些 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规避一些 天气方面对它造成的影响 所以这个飞行性能略差一点 抗风性能略差一点 就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还能省一些钱 你看同样是 唱飞随心换这个版本 R2需要7198 Mini只需要3440亿 差了多少钱 差了三千好几百块钱 我们把这些钱 作为经费出去旅游 然后再拿着Mini出去拍 多好 对不对 当然了 土豪随意啊 你要有钱的话 上一个月二哈苏版 是不是也很好 还能拍夜景 对吧 但是我想啊 作为大部分普通消费者 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 它的价格 对不对 Mini就足够了 最后再补充点内容啊 很多朋友都说呀 Mini的遥控和图书 穿信号比较差 飞远了之后呢 容易双丢返航 网上也有很多朋友拿 Mini做拉锯拉高测试的时候 体会到了信号弱的不变 但我飞无人机好几年以来啊 从没搞过拉锯拉高的测试 因为真心用不到啊 可以说99%的航拍镜头 都是在200米以下 1000米以内完成的 即个别镜头飞得高一些 可能飞到四五百米高 但距离方面啊 从没飞出过2000米以外 我也建议朋友们多练习实际飞行操控和运镜拍摄方面的技巧 少关注缺乏实际意义的极限测试 对Mini来说 1000米左右的飞行距离时 信号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些朋友对Mini的前后避障很看重 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呢 过于依赖避障功能啊 就是炸击的先兆 首先Mini没有侧向避障 环绕飞行的时候呢 和Mini一样是属于落奔的 咱就说它有避障的前后两个方向 那个避障功能啊 也受诸多条件的限制 比方说线性障碍物就避不开 撞在电线上 高压线 风筝线上的飞机不在少数啊 视觉避障在面对玻璃幕墙 这种反光立面的时候不太行 逆光飞行的时候也不太行 运动模式下也还不太行 因为运动模式下飞机轻角加大 避障系统会减弱或关闭 所以说呀 避障系统是飞行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 但绝不应该把安全主动的交给避障系统 对于初次接触无人机的朋友来说呢 应该尽量保持目视飞行 能够熟练操作之后 再尝试看着这个图传画面 把它飞得更高更远 在掌握了更高的操作技巧之前 最好指向前飞 尽量的不要侧飞 环绕和倒飞 既然我推荐大部分初次购买无人机的朋友 选择mini 那就要负责到底 所以一套以mini为例 实际操作 从灵学飞行航拍的教学视频 正在快马加鞭的赶来 大家剁手之后呢 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参考学习了 敬请期待 再见